完整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中间 那么今天带给大家一些款MMC出品的Nitro超越 C版里面的超越 而在日版的银河之力里呢 是作为火线晴天柱出现的 超越这个角色可能是相对比较小众的 是一个女性的变形金刚 玩具的配件方面就只有一把人物的双管手枪 人形状态下身材很棒 基本上呢就是热魄改模重途之后的一个产品 一体性的表现是非常赞了 头雕呢就拉进来看一下这个 我更愿意把它想象成还原日版银河之力里火线晴天柱这个头雕啊 非常的帅气 下巴是比较尖的一个状态 头盔还有向后延伸的一个形状 平胸并没有女性的一些标志性体征特点了 不过机器人嘛 男女本来从体征方面就是很难判断的 手臂 特别是小臂啊 这个装甲做的就比较明显了 肩部向上的形状 我记得C版的玩具里有 但似乎位置不大一样 大小腿这过度很自然了 从侧面来看也没有什么空洞 这下盘呢和之前介绍过的MMC热破就比较接近了 包括这个脚板的机关啊 向前推是载具形态的一个需要 向后拉才是人形正确的一个脚板收纳位了 那么从正面来看呢 其实分色并不多啊 主要是红白两种吧 侧面来看呢 背包收纳还算是比较紧凑的 特别你如果把这个双管枪取下来的话 看起来就会更干净一些啊 而且车轮的收纳位看起来也是非常过瘾的 继续向后翻转呢 这个小腿前后啊 涂装有一个呼应 而且小小的翅膀向上延伸 看起来也是挺帅的 这个肩下壳的头雕啊 给可动性造成一定压力 和帛领这一块啊 之间的空隙是很有限 所以基本上转不过去 手部旋转 虽然有这个小翅膀啊 但是还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平局也能达到一个比较大的幅度 因为有额外的关节 另外呢 手肘这一块是双动的 所以向上 这也是变形的需要吧 所以取肘的范围特别巨大 手腕除了平转之外呢 还能向各个角度一定翻转的空间 那么食指是单动的 而且这个握枪呢 MMC不仅关节做得好 而且人枪的结合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稳定的 这个握持起来 松紧度是完全可以让人放心的 腰身这一块呢 有一个自然的平转 大腿根部没有裙甲啊 向前踢 向后踹 向外摆 向外摆这一块呢 要注意 它是有几段制动关节的 向外摆一段呢 这个A字形站立 就是个人认为最自然的一个状态了 外摆内收 屈膝 屈膝这一块呢 是超过90度的一个幅度 而且正面看起来 这个过度还是比较自然的 脚板自然是有接地性了 外摆内收向前向后 后脚跟也有个独立支持的 也是变形需要的翻转关节的设定了 所以整个人物呢 可动性是足够 除了这个头雕啊 旋转的角度比较受限制 人群的高度方面 和官方MP级别的电影系大黄蜂 几乎是在一条水平线上 变形 首先是把手部 做一个正向握拳的安置 之后再利用双头关节呢 把小臂和大臂结合在一起 可以看到有凸起和凹陷的对应位啊 给一个定位的效果 而且还有一个实际锁扣的作用 之后是把肩部下拉 它的轴和下部 包括肩部 这个凹槽呢 和后面的白色装甲都有结合 两边一样镜像的调整 再把胸腹这一块整个拉出来 拉出来这个装甲呢 要向后旋转 但旋转之后的效果是 装甲在背后 但是人形上半身 依旧是冲前的一个状态 就是变形到位的象征了 之后连有两个车轮和头雕的部件 向下推 腾出空间呢 就可以把这红色的部件 和白色的背甲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头雕呢 因为它不能向后180度旋转啊 就只能向后推 之后隐藏在这个红色装甲之后 这个收纳还是一个比较紧凑的状态啊 因为它头雕有向后延伸的形状 就在收纳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角度 那么之后呢 就是小腿这块的变形和热魄 是完全一样的 向后装甲打开来 再把脚板向前搓 之后向下按压 做一个90度的翻转 小腿是从侧面向上摆 和大腿进行一个紧实料盒 再把刚才小腿前后的装甲呢 做一个向下的收纳 两边一样镜像的调整之后呢 这个装甲就可以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挺尖利的车头了 腰身打直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两腿之间啊 可以看到它形成一个空洞 就可以把刚才人形胸腹部 这一块整个的装甲下压 收纳在这个空洞之间 而两侧金色的这个排气管啊 就会有一个紧实的锁扣 一定要对齐之后按压在一块 两边一样调整好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车体前后之间 一起向中心线进行挤压了 挤压好之后呢 再把人形的脚板和后面的凸起 进行一个咬合 最后呢 就是把车体啊 各种的向中心线挤压 使它密合度来的更好一些 好了 到这儿咱们的超越 也完成了从人形 到载具形态的变化 载具形态是一个特别拉风 底盘很低的赛波坦跑车 一体性的表现是 不用怀疑啊 摇晃起来各种的近视 尺寸方面呢 和官方地气别的顽固 是差不多大小 车头这块的设定 和热魄是完全一样的 和动漫作品里面的超越 或者是火星擒天柱 这个车头还是有着 比较明显的差异啊 车轮这个效果做的是非常的棒 有个半透明的效果啊 那么金色的排气管 这应该是排气管吧 也做出来了 向后的定风尾翼 虽然尺寸不大 但是这个形状还是挺拉风的 滚动性是一流的 不用怀疑啊 四轮朝地也是非常的轻松 那么背后这块呢 小的突起可以想象成 引擎喷射的一个加强器了 也是人形状态下 肩部两个向上 怂起的零件了 底盘来看呢 这个车距啊 我之前介绍热魄的时候 讲过 前面车轮这么宽 后面这么窄啊 驾驶员 操控起来一定非常困难了 那么人形状态下的武器呢 在载具形态下 这个收纳位 还是来的比较自然啊 特别考虑到武器的一个形状和大小 这个收纳 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 MMC已经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 很稳定的高水准产品输出了 虽然是款轻微改动的重图作品 但选的角色很吊钻 细节非常充分 虽然载具形态还原度不算高 但还是让喜欢火象清天柱 或是超越了Mia 着实开心了一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